Today I'm sure you're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are beautiful, like a rainbow 她的母亲,国内首次勇敢地面对公众,讲讲她们的故事 精彩内容尽在今日一线 明镇视角本次的报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一线 首先是今天的封面故事 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 同性恋 不管大家离不理解,知不知识 他们确实是真实的存在着 根据权威的数据 目前在中国已经有近三千万的同性恋者 对于他们,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同性恋稿,同性恋稿,同性恋本身就是 我觉得不到的 变派了,同性恋了 不支持也不反对吧 因为同性只要有益嘛 这是男女结婚 这个是比较我们国家的传统 有啊,我们学校很多啊 很多啊 女的 这种可能要加强就义嘛 老年人好像是不太想不通 就在我们社会对同性恋者还存在争议的时候 一对母子带着平静的微笑 手牵手地走进了我们今日一线的办公室 今天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家看到的 是国内首位公开向公众亮相的同性恋者的母亲 这位勇敢的母亲 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儿子的理解和支持 郑远涛,25岁,自由艺者 广州在电视媒体公开同性恋身份第一人 吴宥坚,文学编辑,郑远涛的母亲 作为广州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 郑远涛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是他的母亲,吴宥坚 却是在深思熟虑之后 首次用公开露面的方式来支持儿子 他也成为了国内第一位通过电视媒体 公开亮相的同性恋者的母亲 1980年,郑远涛出生在广州 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 慈爱的父母 宽松的家庭氛围 让小远涛健康地成长 中学时候的他活泼好学 成绩优异 和其他的男孩没有任何的不同 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非常有独立思考 很自立的 表面很温和 但其实很有主见 随着青春期的萌动 远涛渐渐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秘密 他爱的 竟然是和自己同性别的男生 在其他的男生开始 我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的时候 我开始对男孩子感兴趣 我曾经向自己很有好感的男同学 公开自己的性情像 但是他是由于对同性恋的恐惧 不理解而疏远了我 这次失败的情感经历 让远涛备受折磨 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 自己的性情相异于大多数人 惶恐过后 他还是无法强迫自己喜欢上女孩子 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 不是女同学吗 就高中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我还在做稿子的时候 他就过来 他说妈妈 可能你和爸爸都以为 我和谁谁是那个在交朋友 其实不是的 我说怎么不是呢 就算事业无所谓呀 家长也不会说责备 就是不会怎么影响 他说不是的 我们自己心里都明白不是的 1999年 远涛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系 在大学期间 再次寻找同性之间的感情 我还没有和他表白的时候 他生日我给他送了一张生日卡 上面写着 我们在网络上交流这么久 但是都没有见过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躺在你身边 在你枕头边上 和你这样自由自在地说话 他那时候很感动 从初中开始 远涛就很想把自己的这个秘密 告诉他最信任的妈妈 但是他思想想后 还是怕母亲接受不了 于是 他开始有意识地为身为文学编辑的妈妈 做一些铺垫工作 看我稍稍有点空 他就说 妈妈你今天下午是不是不太忙 我说不太忙 他就说我们就快看一个影片吧 什么什么 所以我想慢慢慢慢进入我脑子里的也有了 像李银河的那些书啊 上高三时 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当中 远涛终于鼓起了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有一天他就说 妈妈 你对我这么信任 我觉得我也应该信任你 我也应该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告诉你 我觉得 我突然间就有种冲动 我觉得要说出 说出来了 我也没有大吃一惊啊 当当晚失眠的时候 我不是他 就说我反而会觉得 终于 把一个包袱吧 卸一下啊 但母亲马上又有了自己的担心 起码你周围 很多好的女的 你就不能选了 我说男的 一不是这个的 你又不能选 那还有谁啊 但是我就怕选不到合适的 找不到优秀的 为了让父母放心 远涛把自己的每一段感情历程 都向他们交代 然而 爱情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 来自于对方父母的压力 曾经一度让远涛的爱情无疾而终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是因为 他同性恋承受的压力太大 他想走回去 也就是说 他想走回和异性结婚的道路 和我分手的 但是呢 我也理解 因为那个男孩 他肯定是过不了家庭那个关 有了父母的理解 远涛觉得少了很多的压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消除公众 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误解 2004年 远涛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 为了推动同性恋的维权进程 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 他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而早在2001年 他就开始在同性恋网站 爱百网担任义务编译工作 现在 只要出席公开场合 远涛都勇敢地戴上了 象征着同志身份的彩色奇环 他是代表了 五彩缤纷 六彩缤纷 是各种性别身份的 一个共存 就像光谱一样 是多姿多彩的这个世界 通过做一工 远涛也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而这一次他更加坦荡真实地拥抱了爱情 我们是手拉手肘在街上的 思想认识问题 更不是所谓的什么 以前动不动就说是 什么什么资产阶级思想 我会搬到北京去 这是我明年的计划 你后会搬到北京 对对 我会和他在一起的 我希望将来我们国家 那些普通老百姓能够 那个思想认识提高到 说起来就像 你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那么自然 就比方说 你那个媳妇生了个儿子 还是个女儿 生了个儿子 生了个女儿 然后我就说 你儿子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我说他现在找了个男朋友 或者什么 这么自然 因为这真是很平常的事情 看完以上的封面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我觉得我非常享受 远涛母子在镜头前 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和轻松 对于同性恋 大家会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想平静和轻松 是他们所期待的 明天的封面故事呢 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的记者成为国内首个 被邀请进入同性恋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